七屆流星音樂金曲獎的新音光到紅毯上面 請到金曲國際音樂節的嘉賓 第27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25日晚間在台北小巨蛋登場 今年依舊星光翼翼 無論頒獎嘉賓女星或是女歌手的服裝 都各有特色 去年的台語歌后 李愛琪一席米色暴入高差 禮服超火辣 性感破表 而暫時放下好媽媽身分的范瑋琪 也以短髮搭配短裙的俏麗風格現身 修長美腿非常吸睛 此外同時入圍歌后的蔡健雅與彭佳慧 更以超貼身的剪裁展現好身材 彭雅美腿若隱若現 彭佳慧的帥氣小兒子 就是她最時尚的配件 除此之外成軍15年的香港女團Twins 也睽違多年為了金曲獎在台湾合體 阿撒與阿嬌甜美依舊非常迷人 而擔任典禮頒獎嘉賓的演員林依晨 以如同女神般的純白長裙禮服現身 穿高跟鞋破除懷孕謠言 她笑說十分期待今晚的演出 還自爆想在後台跟酒令蔡依林一起合照 我有聽說瓶頸堅也有來嗎 然後Eason也有來 然後我覺得我沒得選我全盤接受 都想看 後台又特別想跟誰拍個照呢 Jolene吧 Jolene今天也有來 應該是大家都想跟林依晨一起合照 非常謝謝你的話 今年第十三度角逐最佳國語女演唱人的阿蜜特天后張惠妹 她為金曲獎努力瘦身一個多月 積瘦7公斤 不但穿戴6500萬台幣的貴氣珠寶 更以低胸暴露的搖滾裝扮展現氣勢 她不但和媽媽在紅毯相聚 也坦言比起歌后頭銜 她更想拿下最佳專輯獎 那您得獎之後有想要幹嘛嗎 想好好休息一下 就也不做任何事先放空一下 對 因為一直在走巡迴演唱會 然後希望這一次的金曲獎 是一個很大的派對 然後大家也為了這個準備了很多 所以結束之後 如果可以的話放一個假 對 阿蜜特